看誰投票 如果是我多的話我再來 如果是阿川比較多 你們就叫阿川來叫我 只有一個可能是 阿翔靠你們兩個 然後我就不見了 我就離開 我就淡出 這次的節目呢 就已經半年 欸我算是早期 前幾個有來過的對不對 對對對 對我算是早期 然後我們都趁你流量 沒有沒有沒有 那時候還是錄播嘛 好像現在已經變直播了 是嗎 一開始 一開始是錄的啦 是在最新嘗試直播這樣 對我算是錄播的時候 就有來參與過的 好像聽說他們現在已經半年了 要做一些花絮 所以我要來 拷問溫朗東一些問題 我家精神壓力很大 對 他第一題 這是誰選 我想先知道這是誰選的 那個助理們 小編們選的問題 他說那個溫朗東 都沒有朋友是真的嗎 是啊 客問者也說他沒朋友啊 對啊 結果他跟沈欣欣也蠻要好 我好想爆料哦 主持人是可以爆料的嗎 爆料 你要爆什麼料 我可以講那個了嗎 那個 517吵架那個嗎 可以啊可以 你可以講啊 我跟你講 就是一直有謠傳 就是說他們問溫朗東有沒有朋友 但是呢 那個 那個溫朗東常常跟朋友就是鬧翻 哈哈哈哈 確實啊 對他常常跟朋友鬧翻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說就是517那天晚上嘛 就是好多人就一直敲我訊息說 朗東跟別人在吵架耶 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那時候還這樣晃晃晃晃 然後晃過去我看了 他們兩個吵架一眼 我就 我就走過來我就跟跟這群人說 散掉我們我們散掉 我們總是沒回去 你們回去回去回去 他們是溧月 飛院在吵架 你們回去回去回去 不要理他們不要 drie 你不會去 所以他常常跟朋友鬧翻 他是有朋友的 先要有朋友才可以跟朋友鬧翻好不好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这是极简主义啦 生活中慢慢的就越来越单纯 这样 其实还是会有两三个比较熟的 也太少了吧 太少了吧 重值不重量啊 对啊 重值不重量 但是不是 你不是最熟的朋友 不代表就是敌人嘛 是是是 好同事啊 好伙伴啊之类 但只是 比较私交上比较少一点 所以你说真的 私下会 比较会五四三 会出去聊天干嘛 大概就两三个人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题 你有地雷食物吗 因为我先说 其实很多网红啊 他们都很爱就是把自己有个人设 就是一个讨厌某种食物 超讨厌香菜 超讨厌芋头 那有时候是一种人设 不一定是真的不敢吃那种东西 那你有什么特别地雷食物吗 我 其实没有特别地雷啦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吃海鲜的 因为很容易会头痛 那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是这样子吗 对啊 生鱼片我可以吃 如果是 吃贵的 像生蚝 我就不是很喜欢 就很像痰的口感 感觉怪怪 然后 还有什么东西啊 龙虾味也觉得没有特别好吃 那种很贵的海鲜 除了鱼以外 大部分我都没什么兴趣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我也讨厌吃海鲜啊 对有一次某 某 某高官 请我吃饭的时候 他说就是尾牙 他说尾牙 就揪一桌 还差一个人 你要不要一起来吃 然后我就说 好我去 就从头到尾都是海鲜 我在那边饿很久 像我一直都不懂 到底像鲍鱼 有龙虾好吃 对啊 而且都长得很丑 龙虾长得很丑 对 叶书大概就是这样 其他的 大家不喜欢吃 我就蛮喜欢的 芋头 红萝卜 三色豆 我这个接受房租很广 三色豆明明就蛮好吃的 我会把红萝卜剃掉 另外两个我会吃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 每天几点就起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他很晚睡 他连直播都很晚 上次他开直播爆料的时候 一堆人抱怨说 为什么12点才开直播 而且我跟你讲 他直播爆料12点开播 还讲说 我们先等人进啊 我们再来爆哦 因为通常我们12点开始 要赶快看一看 看有什么爆料就要去睡 他还会这样拖说 我们等人进来一点 再多一点我们再开始讲 我们先从不重要开始讲 怎么样的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他到底是解决 因为刚刚小编跟我讲说 他还会凌晨三四点 去丢那个文案过去 所以也很好 3点16分 3点16分 我跟你讲 你真的比高宏安还扯 高宏安12点多 我看过高宏安的所有LINE 他最晚就12点多丢 你3点多丢是怎么样 这你可以把通知关掉好不好 制作单位 同仁们 请把LINE通知给关掉 好啦 不然我隔夜早上再丢也是可以啦 不要你讲大家睡不睡眠 那你平常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我大概就是会三四点 之前有些时候五六点睡 就是很习惯晚睡啦 不管我几点起来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晚上精神都会变好 因为川哥呢 就常找我去国会特征组嘛 然后他们国会特征组 有时候就十点半就开始直播 然后就变成是说 我可能八点多就要起来 所以这阵子就体力消耗很多 因为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天就睡不饱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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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不是通告又不好意思推掉 就觉得说有钱赚 就家里面要赚 我懂我懂我懂 所以我就一直跟川哥讲说 是不是可以晚一点 晚到十一点啊 他最近有同意这个 这个时间有瞧过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有幸福感又萌生了 我有努力找睡啊 常常会失败这样 因为晚上 因为晚上 比较能够集中精神 像我每次查东西也是半夜 半夜在查 因为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干扰 对又很安静 对 没别的事 而且反正上通告都下午三点啊 那你睡饱去上通告 刚刚好 就是早上四五点睡 然后下午三点上通告 差不多 但是呢 会有一个缺点 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例如说我们 例如说三四点 然后发一篇文 就查到很多都开心了嘛 发了文 跑去睡 八点半记者就打来说 诶是他吗 不好意思哦 那个刚刚你发的文 我们想要采报 你有查到 早上被记者 因为我手机从来不开声音 好 没有任何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打电话 可以找到我 好 所以说睡觉很重要 但是 遇到这个状况呢 例如说我凌晨三点钟 发了一个文 对 这个文可能会有 记者有兴趣 对 我预测会有 那我闹钟就会调个十点 然后我十点起来 就会有些未接来电 我就开始 刚睡醒的时候 就开始给他回一下 这样 还是会回啦 因为他们早上可能就要出导 他们都十 他通常都十点半之前要采访完毕 然后所以都一大早来找 然后对于我们这晚睡的人 就觉得说 哇 一大早被记者吵醒 好困扰 所以我没有被人可以吵醒我 对 我一大早有调到钟啦 对 那今天就这三题嘛 对不对 然后 这个就是说 很多人留言说 很想看到阿川跟朗东 也有很多人说 很想看到我跟你 哦 所以就是说 希望看到阿川的 还是希望看到我的 出现可以投票 然后就是说 那个看谁投票 我如果是我多的话 我再来 如果阿川比较多 你们就叫阿川来叫我 就只有一个可能 是大家想靠你们两个 然后我就不见了 我就逐步离开 我就淡租在这个 我要是太少的话 我就不来了 我就说 谢谢大家 因为每次四叉猫 就带来很多欢乐跟很亮 而且这半年来也有很多这个惊喜 所以也是希望 我们有更多看到四叉猫的这个机会 这特别节目应该差不多结束 对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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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